据卫福部统计资料 高雄是近五年由医师通报 而虐案件比例是六都之冠 我们看这个数字 五都平均是6.36% 但是高雄却来到14.02% 这就让当地的市议员 直询的时候说 孩童几乎都是被打送医之后才通报 现在希望社会局可以更加强社会安全罗 2019年4月 一名保姆打两岁男童致死 2019年8月 一名阿公到补习班追打孙女 2020年6月 五岁男童遭幼儿园老师反折双手拉扯 导致手部骨折 一件件都是发生在高雄的额虐事件 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 高雄市近五年来 由医师通报额虐案件比例居六都之冠 平均为14.02% 为另外五都平均6.36%的2.2倍 医生来负责通报 这背后代表孩子都是被打到送医的时候才发现 为什么高雄市医师通报的额虐案件是柳毒之冠 社会局表示通报系统比较完整 医师人员的相对的一个敏感度训练 有大幅的提升 社工他们只要怀疑伤势上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可疑 就会带到医疗院所去做一个检查 关于额虐通报分为责任通报 与一般通报 其中由教师 社工 警察 医师等四类通报 市议员郭建盟呼吁 社会局要加强社会安全网多元通报机制 海童处于危险的状况下 就能得知预防 借此来减少额虐事件 华新闻 邱君平 容浩北 高雄报道